大家好 欢迎回到视野环球财经 我是Ryno 现在是美东时间 22年12月23号 周五晚上的5点45分 伴随着今天PCE指数的出炉 数据没有发生任何的意外 指数今天是缩量收高 没有在圣诞节前继续砸盘 把悬念延续到了下周传统的圣诞行情周 不过标普是已经连续三周收跌 今天咱们就说两个话题 说一说PCE的困局 还有特斯拉到底能不能买 什么点位 然后给大家一个非常特殊的点位和说明 根据美国的商务部的数据显示 关于PCE的数据 11月核心PCE物价指数同比上升4.7% 那么预期是4.7% 非常符合预期 低于前值的5% 美国11月的核心PCE物价指数 环比是上升0.2% 预期0.2前值也是0.2 11月的PCE的物价指数是环比增长0.1% 就是这边 然后同比增长是5.5% 这个是2021年10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但是仍远远的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 那么美联储首选的通胀指标PCE 核心PCE在11月继续的降温 这对于通胀来讲是一个非常可喜的迹象 进一步表明通胀已经见顶 但是远远没有达到美联储要停止加息的程度 那么具体在一些细节上面 咱们看一下 这个主要是住宿为首的服务业支出增加 然后商品支出下降的更快 那么新车的下降也推动了PCE的下行 整个的收入和支出的环比增长是0.4% 而10月份分别增长了0.7%和0.8% 支出不足是由于商品购买量持续的下降 整个11月份商品的购买量是下降了0.6% 而服务支出是增长了0.3% 通胀是这个数据看起来 对于通胀的下降是挺有好处的 但是对于股市这里边有一个困境 可大家来简单的提一下 如果是更强劲的支出 它是间接对股市不利 因为通胀是居高不下 很有可能会引发美联储更加强烈的鹰派反应 更长时间维持高利率 导致整个的股市的估值没有办法得到提振 同时由于企业融资成本提升 也会去削减企业的利润 另外如果支出增长放缓 则是直接对股市不利 因为消费减少 意味着企业的盈利会下降 所以现在这个数据就是无论走哪边 对于当前美股的基本面来讲 都是一个困局 咱们现在只能希望美联储的加息 先停下来 把估值的下滑先拖个底 然后再继续等待美股业绩下调的见底 这个是最有可能会发生的一个路径 另外其实现在市场还在担心一件事情 就是美联储的缩表还在进行 缩的越长 那么对于市场流动性造成的影响会越大 那么市场其实知道 咱们是需要钱来推动的 钱越多热签越多资产价格越高 没钱资产价格就上不来 那么美联储什么时候会停止缩表呢 根据纽约联储在11月的调查 市场普遍的预计是美联储会在2024年的第三季度停止缩表 那么就是2024年的中期QT就结束了 但是这里边有两个问题 第一是由于前段时间日本央行的YCC提高了国债收益率的上限 它会抽走一部分的流动性 咱们在前几天的节目里边实际上讲过YCC对于市场的影响 再加上前段时间美债曾经短时间出现过流动性的警告 由于市场当时整个债券的变化非常的大 波动性非常非常的高 实际上从一级的交易商来讲 需要准备更多的资金 积压更多的资金 这个表示他们吸纳美债的能力会降低 这个都是潜在的 可能会让美联储停止缩表的一个导火锁 根据目前的金融机构自己的描述说 流动性依旧还是足够的 还远没有到吃不上饭的那一步 但是如果我们这里说 如果美联储真的是意外在二三年底就停止缩表 那我估计股市又得起飞了 所以目前基本面的承压是一定的 所以大家在现阶段不要对牛市抱有任何的幻想 不要抱有幻想 但是反过来说市场有牛就有熊 熊市对于长线投资者是最好的长线把握的机会 以前很多想都不敢想的价格 现在遍地都是 比如特斯拉 一只高成长性高热度的股票 是硬生生的被憋成了一个价值股 咱们聊一聊关于特斯拉应该怎么看待 如果担心特斯拉爆仓 应该怎么去考虑有没有什么更加特殊的点位 包括它的基本面 我来跟其他的世界上 现在目前市面上的一些大家 对于特斯拉股价估值的怀疑声音 我也做一个横向的对比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背景 就是特斯拉这一只股票 它是自2010年上市以来 市场对待它的态度 一直都是成长性股票 就是成长性股票的意思就是 高的增长 然后增速快 估值高 市盈率也是非常非常的高 过去的几年 特斯拉从实现了盈利之后 这个股票的交易的前瞻市盈率 大概一直是保持在平均60倍 因为有的时候会高一点100多倍 你都是有的时候稍微低一点 现在是平均60倍 包括现在都算在内 原因是过去的两年 特斯拉是大幅增长 支撑了这个估值 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边 特斯拉的销售额和利润 平均每年的增长 差不多是60%和130% 所以支撑一个平均60倍的估值 其实并不算特别的过分 好 那我们如果往后去看 特斯拉未来还会有如此的高增长吗 能匹配高估值吗 在未来的两年 2023年和2024年 目前市场的预计是 EPS的平均增速会在30%左右 那么根据我自己的数据库 2023年的EPS大概是在5.21 全年财年是在5.21左右 这个我的这个数据 会比市场平均预计的5.66要低一些 因为我这里考虑到明年期的市场 可能会面临少量的需求问题 但是这两个数据其实不重要 因为我的5.21和市场的5.66 其实差的并不算特别的多 如果我们按照今天这个价格来计算 今天123块钱的特斯拉 明年的前瞻PE大概是在24倍左右 如果跌到90到100块钱 大概在18到19倍左右 那么目前标普的适应率是多少呢 标普现在的适应率是在18倍左右 也就意味着当特斯拉跌到100块钱附近的时候 就已经来到了和标普差不多了 而一旦跌破18倍的适应率 它就会跌入到传统的价值股的PE范围之内 妥妥的就成了一支价值股的估值了 好那么大家问题来了 你认为18倍的PE匹配30%的EPS的增长 这是一笔核算的从内在价值来考量的正确的投资吗 我个人认为是非常正确和非常有价值的一笔中长线投资 说到这里大家可能会有一个争论 说特斯拉未来肯定就会变成传统车企的 你看看福特看看通用 PE肯定会更低 应该去对标传统车企的福特和通用 福特和通用的PE范围是多少 是5到8倍这么一个波动范围 那么特斯拉也只能是这个价格 如果按照这个价格来计算 特斯拉现在正常的价格只值25到40块钱 这是很多朋友现在最主要的一个论据 就是看跌的一个基本面的一个论据 好 那是咱们凡事还是得讲道理 福特和通用作为传统的车厂 在过去5年的平均增速是多少 是不到5% 未来5年的增速预期也不到10% 这个还是算了电动车车转型成功之后 才有的一个增长预期 如果只卖传统燃油车 还达不到平均10%的一个增长 但是电动车它至少是未来10年的一个发展方向 高增长至少也能持续3到5年吧 或许5年之后我们回看特斯拉 特斯拉的增速也许能降到10%以内 可能也就是5%10%的增长 那个时候的电动车的车厂 有可能就和现在的传统车一样 估值会大幅的下降 或许那个时候你就能给个10倍的PE水平 但那个是3-5年之后的事情 它不是现在 如果你现在就预计5年之后的估值下降 那你就会错过最近这3-5年电动车的爆发的红利期 5年之后 特斯拉或许不再是明星的车厂 但是并不妨碍在最近的3年 你在它身上投资挣钱 3年的时间如果能让你有一倍的收益 我相信作为踏实的投资者 做梦他都会笑醒的 当然5倍10倍的投资者不在咱们的探讨范围之内 所以咱们的其实老的观众朋友一直在看节目的一定都知道 我以前一直都说 特斯拉的价格太高了 估值太高了 我给入的买入价都是出奇的低 那个时候很多人过来怼我 说你不懂特斯拉 那么现在已经跌到这么低了 这些朋友肯定就会消失了 他总不能说他错了吧 对不对 特别是后面如果再跌跌到100附近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明确的告诉你 这是非常好的机会 是未来三年能翻倍的一次难得的机会 潜在的能翻倍的一次难得的机会 估计这个时候还是有朋友会来怼 说太高了 原因是什么呢 上面我刚才讲过的 因为对标的标的不对 你现在去对标传统车企 在这个时间段是不对的 所以你如果这么去思考 就会错过特斯拉未来5年内最好的一波成长的红利器 或者叫最后的一波较好的红利器 因为并不是一直能跌跌跌跌到这么低的 所以这是我对于特斯拉的一个远期的看法 5年内你看好的抓住记恨 如果你看的是5年之后的 你说它不行 那不看好的你可以选择放弃 但我现在说的是3到5年之内 它仍旧存在着一些比较不错的增长机会 另外说一个更加惊悚的 很多朋友会谈到关于特斯拉强频爆仓 不是有质押股票吗对不对 会不会出现什么意外 什么价格如果出现能够去接一接 其实我这里写着的 我这里给了大家一个最极端的情况 因为昨天答疑区有朋友一个老观众 有问了这个问题 我正好也回复了 那么咱们把它拿出来给大家说一下 后面按照基本面到了100附近 91到110这个附近你都可以去买 我个人肯定是会买的 肯定会去买的 那个时候可能就更多的考虑的是基本面 不是技术面 它只没只跌了 我会优先主策先去继续买 理由刚才已经解释过了 到那个时候 明年的前瞻P水平都只在20倍以下了 它已经是很好的价值的估值区域了 如果你担心有强频 有爆仓 有意外的发生 你就挂一批单子 在60到70块钱挂这个单子这随便挂 62 63 65 70甚至71随便挂 你不用等什么指跌形态挂了就行了 到了你就接 这个位置一旦如果真的出现了爆仓强频 一根针扎下去买到了 那就是你赚钱的一个大机会 它隔天或者隔几天就会往上大幅反弹的 这种属于爆仓踩踏导致的流动性丢 缺失和大量砸盘导致的 它很快就会被补回来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那么接到的算力运气好 没有接到的那有没有办法 总之能不能出现 其实我并不确认 我只是说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有可能 所以我自己在这个地方准备了一个5%的仓位 挂在这个区间 这里也是防止意外 防止意外减到了钱 所以这只是一个意外之外的一个仓位的 一个安排 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 好了 这个就是今天和大家要讲的一个最主要的内容了 因为圣诞节了本周是 然后节目也不想和大家讲太多 估计大家也都没有太大的心思去看听节目特别长 那么我也要和家人朋友一块过过节了 本周的会员节目就暂停一期 答疑是照常更新 最后祝大家节日快乐 咱们就下周 因为下周一是休市 所以下周我们要见面 要等到下周二了 好 再次祝大家圣诞快乐 周末快乐 祝大家都开开心心的 我们好好的等着下一周看看有没有最后的圣诞行情 那咱们就下周同一时间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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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